3月不努力,6月涂上杯,春天是减肥的最佳季节 学会这款口感扎实,果香浓郁的全麦面包 或许能成为你减肥的必杀机 第一天先用全麦粉做个波兰种 波兰种的粉和水的比例是差不多的 但如果是全麦粉的话,水就得加多一点 室温发酵4小时后,放冰箱冷藏过夜 第一天再用水合法,让煮面团充分吸收水分 冰箱冷藏过夜 葡萄干加点调味酒,室温放置一夜 没有裹酒的话可以用清水代替 浸泡过葡萄干的清水可以放到之前的酵种 或者是水合法的面团里 第二天提前半小时把酵种和煮面团拿出来 此时酵种的状态就像是过了青春期 满脸豆坑凹特不平满,是蜂窝的中年大叔 经过一碗水合法的煮面团,已经形成了一层薄膜 把除了盐以外,所有的材料全部融合在一起 这里的水其实已经加多了 但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后续补救一下就可以了 之后需要进行4次折叠 然后每次折叠之间有半小时空隙 折叠的意思就是像这种用翻折的手法来揉面团 每次折个几次就可以了 折叠一两次如果觉得面团还是很湿的话 那就再往面团里面加粉 当第三次折叠的时候 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面团开始有了弹性 当第四次折叠的时候,面团已经非常有力道了 此时加入所有的果干稍微拌一下 然后开始基础发酵 待基础发酵一个小时左右拿出来 刮板抹油,把面团折叠一次增强它的筋性 然后再继续发酵一个小时左右发酵到两倍大 趁基础发酵的时候开始准备 二次发酵需要用到的发酵布 基础发酵完毕后开始做整形 因为这款是高水分的面包 所以此时的面团会非常粘手 预枕型后先让面团休息个15分钟左右 手掌成弓形把面团拍成长方形 最后把面团整成鱼雷的形状 放入发酵布中做二次发酵 放进冰箱冷藏发酵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二次发酵到1.5倍大左右就可以拿出来了 如果烤箱是用石板的话 记得提前半小时把烤箱预热 烤箱如果没有蒸汽功能的话 就在烤盘上面放几块冰块 高温可以让冰块迅速蒸发成雾气 像这种焊蒸过的面包 它一般的表皮是比较脆的 由于没有油脂和鸡蛋的成分 没有用来防止水分蒸发的油膜 所以面包里的水分会以非常快的速度蒸发殆尽 到了第二天面包就会变硬了 如果是保存在室温那可以表面喷上一些水 然后再烘烤加热一下 如果是冷冻保存的话就可以直接来加热 你学废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